例子 黎明 我在1996年的時候 去香港幫他做電影主題曲 香港世大天王的黎明 黎明 半生源 他跟著我學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一定要拜我為師 他想學吉他 我們節目香港也看得到 我知道 黎明 如果我講的是錯的話 不然要怎麼樣 在燕豹裡面發抖吧 然後那個 這個權責號碼 可以權責進來糾正 黎明就跟我講 因為我就到了黎明家裡去 黎明真的 他為什麼會要跟你學 世大天王的黎明 真的是非常有品味 我在他的一個房間說 你覺得客廳好漂亮 他說那是我的廁所 他的廁所就有兩台電視 還有沙發 還有花盆 然後他就說他要跟我學吉他 然後我很認真的要考慮收他 因為黎明其實說他 他音樂到一個瓶頸 他說他想學一些東西 以後拿吉他上台唱一下 你知道黎明 他給我的東西學費是什麼 我跟你講 我有天在錄音室看到他的表 我說黎明你的表好漂亮 然後他就拿下來 一個勞力式的一個運動表 我說 他說黃老師你喜歡嗎 我說 滿不錯 很喜歡 然後當然他就帶回去 然後我們就錄了兩天 我要回台灣的時候 他的經紀人送我到機場 他經紀人說 黃老師我們去喝個咖啡 黎明有個小東西要送你 我說不要這樣賄賂我 你以為我會幫黎明做下一張嗎 我那時候很臭屁耶 對不起 現在還是 現在很好用 然後那個他們就坐下來 然後那個經紀人 就拿了一包袋子給我 對 我就猜一猜 猜到一個剩下一個方盒子 我心中蹦蹦跳 各位你知道嗎 我在想說不會 打開 他手上的勞力式的錶 買了一個新的 十幾萬台幣的一支錶 放在我面前 我當場嚇了 可是我在當場感動的同時 我心裡一陣痛 為什麼 因為他帶我去他家車庫 問我法拉丁漂不漂亮 你沒有說很漂亮嗎 我喜歡 好